八成是有喜了 你也不用害羞 这开花结果是自然的事情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传宗接代嘛 想想给这个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 启禀太皇太后 太子妃这是脾胃受了粮 而且喝了鹿羹粥 所以才会返味 不是有喜啊 并非有喜 退下 退下 太子呢 叫我太子来 回太皇太后 近日就是元臣大典 太子殿下今日入了寨宫 入什么寨宫啊 不孝有三 吾后为大呀 懂不懂啊 他父皇这么大的时候 都已经是有两个儿子了 可他呢 二十了 是 那个赵良帝不是天天在陪着他呢吗 怎么就不能够有个一男伴女啊 那个聚宝林好不容易怀上了 可是说没就没了 这可怎么办呢 老是我呀 什么时候才能报上宣孙呢 太奶奶你消消气 没指望了 太奶奶 沐浴焚香过了 是啊 嗯 那就好 来人呢 将太子殿下和太子妃 现在就关到被殿里去 没有老身的吩咐 不许有任何人把他们放出来 太奶奶 太奶奶 为什么呀 太奶奶 为什么呀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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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是 永娘 太奶奶 太奶奶 去吧 太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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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我们出去 太奶奶 太奶奶 有没有人呐 卑鄙 说谁卑鄙 你凭什么骂我 要不是你在菜奶奶面前告状 她会把我们关起来吗 皇后 皇后娘娘极小 皇后娘娘极小 给皇祖母请安 听说您把太子和太子妃关起来了 不知道他俩犯了什么错啊 什么错都没有 老身哪 就是想抱玄孙了 皇后 你不想抱个孙子吗 孙媳当然是想了 但是这元臣大典马上就要开始了 太子不去参加 似乎不合组织 那元臣大典重要还是皇寺重要 要叫老身说呀 今年的元臣大典呢 就由皇上自己一个人前行就是了 老身 可是 可是什么 老身说得不对 当然了 您是后宫之主啊 老身这么做啊 像是 像是越全了是吧 那好 那现在老身就亲自去给他们开门 让他们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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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您别去 您别去 太皇太后 那是孙媳说错了还不行吗 您说得对 还是这子嗣最重要 您想关他们多久就关他们多久 只要您高兴 陛下那礼 我自会去解决 这就对了 放我们走了 怎么又走了 别走啊 永娘 永娘 阿渡 你们在不在啊 来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来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香 好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坐在这儿不冷啊 不冷 你别过来 别过来 你怎么出了这么多汗啊 你生病了 别碰我 咒里有药 有药 咒里有药 什么药 小枫 你先想你的瑟瑟 你喜欢的是赵良娣 你一定要为她守身如鱼 你不能辜负她 不能对不起她 你是我的妻子 不算对不起她 这都两炷香时间了 不着急 我去请太皇太后 怎么起来啊 怎么起来啊 不是 太奶奶 太奶奶 这就对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太奶奶 什么都没看见 我们什么都没看见 这就对了 不是 太奶奶 不是你想的那样 太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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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了 开门吧 太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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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是要憋死我呀 您这是要憋死我呀 你就穿这么件单衣 这店内又没生火 你想冻死啊 我才不过去呢 我才不过去呢 放心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不过去呢 不过去呢 开门啊 开门 开门 别走 开门 开门 太奶奶 太奶奶 太皇太后 外面天寒地冻的 要不给殿下和太子妃生个炉子吧 万一冻坏了 可怎么是好啊 生什么炉子 相互取暖不就暖坏了吗 用得着生炉子吗 出牌 回来 为了 你让我回来 好啊 开门 小姐 小姐 奴婢今天听说 太皇太后想要玄孙 把太子殿下和太子妃 关在了一起 不许任何人放他们出来 还听说他们在猪里 下了那种药 我估计 太子也很难把持得住了 小姐 你说如果这次 太子殿下和太子妃 真的有了小皇子 那小姐 我说 锦儿 我原以为太子殿下 心里只有我一人 我便无需再担心 我在东宫的地位 可如今我才知道 在他们眼里 我不过是个妾室 即使今后为太子诞下皇儿 也不过是个数字 我只有做了东宫真正的女主人 才可以再不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 不过是个小姐 一定会弄不住 请你 turns it to me 我问你 你那两个最好的朋友要成亲了 你不应该感到高兴吗 可我之前看你 听到父皇给他们俩赐婚的时候 你一点高兴的神情都没有 你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心思 如果他们只是一对普通的男女 情投意合 那我当然开心了 可他们是因为一道圣旨 不得不在一起 如果一个人 连选择自己婚姻的权利都没有 那以后一定会有遗憾的 你怎么知道他们以后不会幸福啊 强鸟的瓜未必就不甜 就比如你和我 你明明心有所属 还要跟我关在这儿 你心里能痛快吗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对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我们比他们还可怜 我是豊朝来和亲的 所以我明明知道你讨厌我 还要做你的太子妃 还要跟你出双入对 做豊朝的表帅 其实我 其 其实我 我 我 你要干吗 你不会又要快 你不会又要快 已经开始为小皇子取名字了 万一是小公主呢 那也得背着 来日方长嘛 皇后娘娘 太子的衣服怎么会在这儿 回皇后娘娘 是 是太皇太后不让穿的 胡闹 开门 回皇后娘娘 太皇太后吩咐了 没有她的意志 谁也不许开门 娘娘 算了吧 想必太子殿下已经歇息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 太子肃外干净 太子肃外干净 这些衣服本宫命人先拿回去 熨烫干净 等太子出来以后 让她去我宫里拿 堂堂天朝太子妃 居然去茗玉坊 隔墙有偶尔 你不知道吗 让着什么 我就是去开开眼界 又没干什么坏事 RD chapter 我你再去茗玉坊的时候 带上我啊 堂堂天朝太子绝聚运 我就是去开开眼界 又不是干什么坏事 现在不要说去茗玉坊 什么时候能从这里出去 都是个问题 肯定又是那带药的粥 再这么下去 饿都饿死了 得想个办法出去 我有办法 你装病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上次没有痊愈 你装病最合适了 不干 我不会装 来人哪 太子殿下晕倒了 来人哪 快来人哪 快来人 太子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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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晕倒了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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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了 你还不赶紧请他一起去 愣着干什么 是 是 不不不 怎么样 回禀太皇太后 太子殿下脉相须服 中气不足 故一时悬晕 但并无大碍 是这样 那就请王太医出个方子 你也知道 明日就要祭天了 让他在宫中好好的补养补呀 是 微臣告退 好 太奶奶 那我是不是也不用关在这里了 你也可以出去了 太奶奶呢 也要回到寿人宫去了 太奶奶呢 你们听好了啊 把太子妃好好的送回宫里 好好的给他补养补养 是 太皇太后 谢谢太奶奶 白嫁回宫 殿下 永娘 我们走吧 听口音 我見不到 觉得怎么可以 然后做一个 他都回来 你的小ką 是我 她有了 这是 你的小小 我尝珠 是 永娘说 那件皇后娘娘 昨晚拿去熨烫了 还说等您出去后 亲自过去去 皇后 是 那我的玉佩呢 玉佩 母后 太子是来拿衣服的吧 是 我已经让宫人熨烫好了 多谢母后 这块玉佩 我常看太子带着半块 可是另外半块 我倒是没见过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这个 是我从西州回来 明远姑姑送给我的 那他可有告诉你 这块玉佩的来历 这个 他倒什么都没跟我说 就只是说 如果我喜欢 就把这半块送给我 配成一对 然后 让我待在身上 日日思念他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只是 没看见太子带过 我从西州回来 就日日夜夜都带着他 只是 你没注意罢了 甚好 那既然是这么贵重的东西 就一定要把它收好了 是 母后 那孩儿告退了 还要实现 别离不нуть 我也接下来 时尔 你马上去把裴将军找来 说我有急事找他 快去 是 iting 你马上听得要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殿下观察皇后神色 皇后 她是信还是不信呢 她自然是不信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她却没有拆穿 正因为如此 我才更担心她下一步会怎么做 皇后一旦对此事起了疑心 就瞒不住啊 我们不如先发制人 殿下 明日早朝 你就向陛下秉临此事 那先生的意思是 让我告诉父皇 明远姑姑跟我说 我母后是被皇后害死的 那父皇能相信我说的话吗 那总比什么都不做来的好一些了 皇后心思缜密 她一定会有所行动的 对了 我们从西州不是带回了证据吗 殿下把证据呈给陛下 他一定会相信的 好 明日父皇要与六部议事 无暇见我 后天早朝后 我就去见父皇 我白压了她这么多年 她明知道我的一番苦心 竟然敢恩将仇报 早知今日 娘娘当初就该斩草除根 这些年我与承鄞 朝夕相伴 我是看着她一天天地长大 她是那么乖巧 那么听话的孩子 她怎么会 怎么会 如霜 你说承鄞真的会那么狠心 去向陛下告发当年的事吗 我以后跟你解决了 我江峰 你再答应这小便 你刚才想知道 他趁心 光是回来 我听说 马上 你啊 我拿出来 我这ista人 记得 我的养育之恩 早知道今天 我当初就不应该留他 怎么样 恭喜陛下 贺喜陛下 高杰瑜这是喜脉啊 微臣这就回去开几副安胎的方子 好 下去吧 是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恭喜陛下 恭喜妹妹 皇后 你来得正好 好 那么这段时间 就要麻烦皇后你好好照顾高杰瑜了 陛下不说 我也会好好照顾妹妹的 姐姐 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 是啊 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这身子啊 就是有点怕凉 好 皇后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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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回是完了 我无路可走了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娘娘 你这话是何意啊 你别吓着奴婢啊 刚如意怀孕了 高家不会管我了 承宜也要告发我 他也不要我了 陛下要是知道 是我杀了他的女人 他 他一定会废了我的 娘娘 妈 我该 我该怎么办啊 娘娘 要是这个时候 你就越要清醒 你放心 如说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不行 皇上 皇上会废了我 不对 他一定会刺死我的 不可以 不可以 我该怎么办 快给我想办法呀 娘娘 只要你一句话 能说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啊 我 我不能让他们杀弃我 我 我一定会想出办法的 娘娘 你清醒一点吧 只要你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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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给我下去 统统给我下去 是 今天立正殿 我不需要任何人 都给我下去 是 是 殿下 您这是怎么了 您也给我下去 是 我下去 您别伤着自己 我下去 下去 是 太子妃 太子妃 时恩 求见太子妃 时恩 快进来 见过太子妃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回太子妃 殿下昨日从皇后那儿 回来以后 就一直心事重重 今日不知怎的 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 还把自己 关在房间里边 不让任何人伺候 时恩伺候她 这么些年来 头一回见她这样 我也不知道 到底怎么回事 不敢贸然 去告诉皇后 和太皇太后 所以 就请太子妃过去 去劝劝殿下 我去能有用吗 她会听我的劝吗 太子妃 您最近跟太子殿下 感情甚好 时恩求您 去看看吧 太子妃 还是去看看吧 阿渡 你在这里等我 我去看看 李承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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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是我 我说过 今天店内不需要任何人 马上走 是人说你心情不好 我去过来看看你 我很担心你 你能不能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你先离开 这两天不要到我这里来 以后我跟你解释 现在马上走 为什么呀 阿渡 找刺客 你怎么样 承鄞 殿下 殿下 是 快去教太医 是 左营回护警殿 有本给我搜查动弩 抓拿刺客 是 是 小枫 承鄞 你有没有受伤 是不是很疼 他也马上就来 你再坚持一下 你再坚持一下 我从来没见你哭过 你是不是怕 怕当小寡妇 别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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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鄞 你别说话 你别说话了 你真是怕了 叫你一件 对我那么凶 我告诉你 李承鄞 不许你死在我面前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你再坚持一下 我 李承鄞 李承鄞 你 搜 是 回禀圣上 太子殿下窗口太深 失血过多 这伤 这伤 怎么 啊 极为凶险呢 圣上 怕什么凶险呢 丹蚩百万凶狮 他都能活过来 这次肯定没事 我告诉你 治不好他 朕 就要你的脑袋 为臣遵旨 陛下 陛下 阿渡 这怎么回事 朕将在宫道里 发现了晕倒的阿渡姑娘 但并没有看见刺客的身影 我看阿渡姑娘伤得比较严重 就先把她带回来了 陛下 求您救救阿渡 他可能见过刺客的模样 陛一 赶快救人 臣遵旨 谢陛下 快呀 皇太尉 王太医 怎么样 回禀太子妃 阿渡姑娘这内伤 震碎了五脏六腑 就算是有再好的灵药 空也难医啊 阿渡 阿渡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应该让你去这次 都是我不好 对不起 对不起 所有羽林卫听着 即日起没有出宫令牌 不许放任何人出宫 是 你们都别哭了 如果哭一哭到就能醒的话 陛下早就叫一百个人跪在这儿哭了 小枫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 你就哭一哭吧 哭出来心里就好受一点了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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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外人只知道 你跟五哥时常争吵 但我心里知道 你心里是有他的 你别强撑着 照顾好你自己 才有体力照顾五哥 小枫 他 他 我 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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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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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有讨饶 裴将军慢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太子妃 好歹吃点吧 殿下昏迷了三日三夜 您就守了三日三夜 这样下去 身子受不住啊 十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说她还能醒过来吗 太子妃 真要是想哭 就哭出来 别憋坏了身子 我们西周的女孩才不会成天鼓鼓啼啼的 十文你知道吗 那晚 是她等在我前面 是她替我爱了这一件 是她替我爱了这一件 李宗盛 李宗盛 殿下 李宗盛 你醒了 李宗盛 殿下 娘 你说什么 娘 娘 太子妃 神官 快去换皇后娘娘来 她在喊 是 是 开门 李宗盛 你坚持住 皇后娘娘马上就来 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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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孩子 承认 承认 娘 娘 娘 承认 娘 娘 娘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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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dias 可不시는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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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刘昊 太子妃 太子妃 不好了 阿渡 阿渡她快不行了 太子妃 你快去看看她吧 孟大爷 怎么样 怎么样 回禀太子妃 阿渡姑娘她 她是熬不过今晚了 小枫 师父 你在这儿 宫里出这么大的事 我很担心你 所以一直守在这儿 你快去看看阿渡吧 她受了很重的内伤 太医说 她很可能熬不过今天晚上 我想只有你能救她 快 带我去看看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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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安心休养 不消耗你的精气和内力 不受太大的刺激 也许能多活长一些 如果动了你的元气 伤了你的心灵 那可就不好说了 你已经死过一次 你第二次生命 也在消失 等你的罪熟完了 心灵解脱了 到那个时候 你的肉体 就要受万箭穿心的痛苦 好 回太子妃 阿渡姑娘身上的经脉 全部都通畅了 太好了 臣这就回去 再开几个方子 阿渡姑娘只要能进食 就无大碍了 好 臣告退 师父 太医说阿渡已经无大碍了 谢谢你 我还有一事相求 既然你可以救阿渡 能不能 想想办法也救救李承言 他已经昏迷好几天了 到现在也没有醒 太医们也束手无策 你也太太心了吧 我救阿渡 是因为她是你的姐妹 我救李承鄞凭什么呀 她那么欺负你 她 她是我夫君啊 夫君 她是为了我才受伤的 所以如果她活不了 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师父 太子受的是外伤 太子受的是外伤 我的内力救不了她 我的内力救不了她 这个是金创妖 你拿回去给她试试 至于能不能活 就看她的造化了 就看她的造化了 你 你脸色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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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你回去吧 我没事 一副让我给殿下的金创妖 我已经给小枫了 只是药性太猛 不知道太医敢不敢用 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也只能试一试了 对了 阿渡是刺杀事件的直接证人 你要保护好她 等她行了 好指援皇后 明白 你赶紧去保护殿下 真不用我送你回去 你什么时候这么破旁骂骂了 好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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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西州灵药 麻烦你赶快给殿下试试 是 那微臣告退 来 阿渡 以后你不许再离开我 不许再让我为你甘心 你要快点好起来 等你好了 我们再去米罗那儿喝酒 大理寺寺卿汪术参见太子妃 下官今日奉了陛下之命 特来调查 太子遇刺一案 阿渡姑娘曾与刺客交过手 是 下官有几句话想要问他 阿渡你可以吗 王大人请 是 太子遇刺那晚上 你可曾看清了刺客的容貌 启禀陛下 阿渡姑娘说 凶手乃是皇后清宁宫里的 永双姑姑 走 是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皇后娘娘 我奉陛下之命 前来抓拿刺客 多有得罪 抓人 不行 岂有此理 谁敢动他 娘娘 听什么说容霜是刺客 放开 准人阿渡已写 证明容霜就是刺客 带走 放开 娘娘娘 放开容霜 娘娘 放开容霜 娘娘你不要抓住 娘娘娘 放开娘娘 放开容霜 放开容霜 此药虽然能够促进伤口愈合 但药情太猛 太子殿下是万斤之躯 臣等不敢冒人给太子殿下用药 不敢用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就眼睁睁看着他躺在这儿吗 臣也是提着脑袋给太子殿下治病 臣 不要给我 有任何后果我来承担 这 太子妃 这 给我 你还不认罪吗 我不知道 我何时得罪了太子妃身边的那个婢女 她竟要如此陷害于我 陛下 那个西中来的侍女 她仅供只不过才一年多的时间 她的话如何能信呢 容双跟了臣妾这么多年 她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太子殿下是我看着长大的 我为何要刺杀太子殿下 难道太子殿下与阿渡姑娘 会用自己的性命来陷害你不成 若不是你 那就是有人指使你 说 是谁指使你刺杀太子 再不从十招来 本官就要用刑了 承鄞是我的儿子 我为什么要杀他呀 等承鄞醒了 就会知道 你为什么要杀他呢 事情还没弄明白之前 就待在青年姑娘 陛下 皇后要刺杀太子 为何 现在宫里的消息都被封锁了 孩儿也无从知晓 那如意也不知道吗 妹妹现在正在专心安胎 此事不宜让她过多操劳 没得动了胎气 父亲 您说 此事需不需要我们插手 保住皇后呢 保皇后 皇后现在已经跟咱们 不是一条心了 刺杀太子那是死罪 现在还是明者保身 不要再躺这趟混水 再说 我的如意已经有了龙寺 现在还要 这颗废弃有什么用 给如意准备些礼品 送到宫里去 是 王大医 殿下高手不退 魏禁局的汤药都吐出来了 我没想过 离太子妃 此药药心太强 太子殿下身体虚寒 怕是承受不住啊 臣等无能为力 知道了 你们先退下吧 是 好啦 李承鄞你放心 你死 我陪你一起死 你现在最想见到的人 你应该是他吧 你再坚持一会儿 我把他给你招来 求求你们 帮我出去 让我去见太子天下 姐 我给你们跪下了 求求你们告诉陛下 和皇后娘娘 让我去见太子天下 回来以后我认打认放 哪怕你们关上我一年 三年 五年 十年都行 求求你们让我去看一眼天下 太子妃 求求一眼 求求你们了 姐儿 我该怎么办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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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娘娘如果有责备 我一个人承担 把她放了吧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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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去看看殿下吧 殿下怎么了 殿下怎么了 你说呀 殿下怎么了 他现在只想见你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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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妃 你进去吧 但是不要哭了 我只想啦 枫子妃 我只想了 傻子妃 要不认识 也就算这 daqui 我也出没人 太子妃 起疯了 你还是先回去吧 让赵良娣多跟她待一会儿 有赵姑娘在 她一定会好起来 殿下 快醒过来 你快醒过来 瑟瑟求你了 你快醒过来 你要不醒过来 瑟瑟怎么办呀 殿下 太子妃 还是不要让赵淑仁 在这里待太子妃 太久了 让她早点回宫吧 我这边进去 那莫将先退下了 原来这么大的风 是 对 那枫也没错 那是 我这边 李承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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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人有時候真的挺奇怪的 以前 在哪一見面就吵架 我想的都是你怎麼氣我 可是現在你躺在我面前 我眼裡全是你對我的好 其實我不是見你第一眼就討厭你 我還記得那天 永寧告訴我你快要當上太子的時候 我心裡還是挺高興的 雖然那時候我心裡已經知道 你喜歡的人是趙姑娘 然後沒過多久 我就聽聞了你攻打丹蚩的事情 我真恨不得已刀殺了你 你還記得我們成親的那天晚上嗎 你就在我面前 我看著你 我心裡就想 到底是不是應該一刀殺了你 我恨你 我恨你 可是我更恨我自己 我恨我自己下不去手 我恨我自己好像有一點點喜歡上了你 你快點醒過來好不好 好 你說得對 我真的挺害怕當小寡婦的 在我們西州 死了丈夫的女人 要嫁給丈夫的弟弟 可是你如果真的就這麼死了 我還能嫁給誰呢 我怎麼能嫁給別人呢 我怎麼能嫁給別人呢 豈不是真的要一輩子當小寡婦了 我還有一個秘密沒有告訴你呢 小時候呀 明遠娘娘教我中原字 我怎麼都學不回 來了這邊也是 只不過就是照葫蘆畫漂 一筆一筆描下來 就比如你那個名字 李承鄞的銀 我最開始還以為她念琴 聽說你們中原人 其名字還挺有講究呢 你這個詞到底是什麼意思嗎 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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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ową 皇帝 远风银舟 中舟之东 两舟之南 龙兴之地 所以 我叫承鄞 我没在做梦 我没在做梦 你 你醒了 李承鄞 你醒了 李承鄞 你醒了 你 你醒了 你醒了 快转太医 徐安 快转太医 怎么了 太子妃 怎么了 孩子醒了 太子殿下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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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 太子妃 不哭 别哭了 都好了 殿下 殿下 你醒了 殿下 瑟瑟 你怎么来了 是太子妃让我来的 她让我守在这儿陪着你 没事 没事了 没事了 圣上驾到 都退下吧 是 她让我说 我无论是 还能在这儿陪着你 有点子妃 我都没在这儿辑 你怎么会是 你还会不哭 你不哭 我把你都看了 我还会了 你还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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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变得重双 什么意思 你一定还记得 这块玉胚吧 这是我生母留给我的 原本这块玉胚 只有一半 另一半 是我去西州的时候 明远姑姑给我的 明远姑姑 在她临死的时候告诉我 害死我亲生母亲的 就是皇后 陛下 此案已经彻查清楚了 跟容双无关对不对 朕问你 当年淑妃被人暗算 后来查出是服了巨毒 这毒 是不是逆下的 不是臣妾 陛下 千万别听旁人胡说 你跟玉瑶情同姐妹 还把承鄞抚养成人 朕一直以来 都认为你是一个 雍容大度的国母 知道 明远 她把真相告诉了承鄞 朕才知道 原来朕身边 养了一条毒蛇 陛下 你害死了玉瑶还不够 今日还要杀承鄞 你真够狠呢你 陛下 我们夫妻三十多年 没想到 没想到 在陛下的心里 请将臣妾想得如此不堪 你本来就如此不堪 后宫之事 朕没有过问过 不代表朕 什么都不知道 朕一直以来都认为 你是应要自保 所以 才出了那么多花招 如果 承鄞连这些都应付过 不得了 他哪里配做皇帝的位子 可是朕 朕万万没想到 你原来 是个丧心病狂的人 你居然可以 去杀害 你自己的儿子 陛下 妾身没有啊 妾身 怎么可能任性杀承鄞呢 我比谁都爱他呀 陛下若是不信 还是请陛下 彻查此案 唤妾身一个清白 你别再演戏了 你非得让朕 把你拉到大理寺 去审问你才肯承认吗 朕 念在跟你三十多年的夫妻之情 给人饶你一条性命 陛下 前身是冤枉的 真的是冤枉的呀 朕已经写下了 废后的诏书 明日 朕自会在朝堂上公布 不 不陛下 即使你拟好了诏书 那下生也不会这么快就应照的 还有我舅舅 我舅舅也不会坐视不理的 你还指望你那个舅舅啊 高婕瑜她已经怀孕了 很快她就会被封为贵妃了 一个是没有生过皇子的外甥女 另一个是怀上龙子的女儿 你说高相她会选择谁呢 陛下 陛下 我对你是一心一意的呀 滚 滚 什么一心一意 如果你是一心一意的话 你会伤害我最心爱的女人 伤害你的儿子吗 事到如今 都是你自己做出来的 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 现在你的舅父 你的亲人都离你而去 在后宫里面 已经没有人帮你奔走说话了 更没有人敢接见你 因为你的宫人都被仗毙了 朕姑且念你是朕的妻子 朕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从今日开始 把你的寝宫封死 把你禁锢于此 找一个又聋又哑的人 给你送饭 让你以后 就在此处度过你的余生 叫 美娘自幼就许配给了陛下 自从看到陛下的第一眼看 心里便没有了其他人 我知道陛下爱的是顾淑妃 但是这么多年 陛下对美娘 便是有问此文照顾之事 你心中自幼大碍 不必分枕 陛下 陛下 门下皇后张氏怀执愿队 禍乱公围 数为教令 不能抚寻他子 后宫之内若见英瞻 既无官居之德 而有屡获之风 不宜功成名寺 今遣宗正 西青浊迟节 即日收回皇后喜寿 顾念其入宫 侍奉日久 免其此罪 居于别宫 非死不得出 今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 承鄞 承鄞 是你吗 是谁 是承鄞吗 承鄞 是你吗 是我 承鄞 承鄞 我当初 确实是因为 一己私情 害了你母亲的性命 可是这些年 我一直都把你视如己出 新鲜地养育你 所有的新鲜和期许 都放在你的身上 我真的是想让你成为 未来的天下明君啊 不错 这些年 您确实对我有养育之恩 但那些我原本是应该从我亲生母亲身上得到的 您夺走了我母亲的命 也夺走了原本属于我的幸福 是的 我让你不知道 你真是云 cin 爹 您是万人 出湎 不然是万人 你能夺行 这儿 不是 你呢 我今天真的 你能夺行 你可要多知 你都不可能 你要不够 那你应该 我愿意 剑 便刺行了我 承鄞 承鄞 我不过就是您为了保住 自己地位的一颗棋子 我不过就是您为了 挽留父皇心意的一个重要筹码 我的命对您来说一文不值 您从来没有把我当成您的儿子 而叩谢您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 承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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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剑 还了半条命给您 我们俩清了 承鄞 从此以后 你我母子原尽 不 承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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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鄞回来 回来我的儿子 承鄞 我的儿子 回来 回来呀 我的儿子 启禀陛下 皇后娘娘 不 张树人方才没了 可有一言 并无一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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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是 现在这个时候 谁去看他都没有用 让他一个人静静也好 可是 放心吧 他不会有事的 只有让他痛痛快快哭出来 这事才能过去 是 您是最懂殿下的人 您说什么我信 您是最懂的 良帝 恭喜良帝 恢复良帝之位 锦儿 我要去见太子殿下 李宗盛 殿下 瑟瑟终于见到您了 如今一切都苦尽甘来 再也不会有人把我们分开了 这段时间 苦了你了 殿下此番经历生死 瑟瑟每日都寝食难安 从今以后 瑟瑟要与殿下生死相依 寸步都不离开殿下 太子殿下 我来看看阿渡 沈恩 这是父皇赏赐的灵芝 对调药内伤有奇效 你是因为我 才受了这么重的内伤 说起来 是我欠了你半条命 你 他 阿渡说谢谢你 看来阿渡已经原谅我了 那你呢 今天赵良娣解除幽亲 你去看过他了吗 你受伤的这段日子 他很担心你 现在在说我们的事 你不要总扯到别人身上 因为你遇刺的事 洛西和裴赵的婚期都推迟了 现在中宫无主 太奶奶想让我帮惠妃娘娘 一起来操办他们的婚事 我差点忘了 我还要去太奶奶那里 我昏迷的时候 你在我耳边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怎么现在我好了 你又要把我推开 你到底在逃避什么 李承鄞 我们是被绑在一起的人 你现在之所以觉得我好 是因为我们在一起 经历了很多不寻常的事情 就像我们同时过一座吊桥 水会牵在一起 心跳会加速 但这不是真正的爱情 我虽然是豊朝的太子妃 也是你的正妻 但你心里最爱的不是我 你是太子 将来可以三公六院 但我只想要 独一无二的爱情 你给不了我 好 拜见太皇太后 见过贿妃 颜婕瑜 早上前来 把那件金布瑶给我拿过来 赵良娣 接着 谢太皇太后 等等 孩子 你受委屈了 瑟瑟不苦 接着吧 谢太奶奶 你们二位听好了 今后啊 你们要互相地扶持 为太子 多多地分忧 让太子呢 用心豊朝政 更加勤勉才是 是 太奶奶 就坐吧 吗 我 我真的要想要 你这个人 你不去哪儿 你不去哪儿 你做哪儿 你会去哪儿 我可以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可以去哪儿 我可以去哪儿 如今你是东宫之主 跟洛西又交好 你应该很好地协助会妃 把这件婚事办好 不必铺帐 但是要办得热热闹闹的 是 太奶奶 早就知道洛西会出嫁 可真的到了这么一天 我竟然是如此地不舍 在这深宫中 就只剩我这一个老公主了 有您 你羡慕洛西吗 羡慕 也不羡慕 羡慕她能够嫁给自己心爱之人 可就像你所说的 我们不知道他们未来 是否会幸福 只从目前来看 裴赵对她的心思 并没有她对裴赵那么深 小枫 你说他们会幸福吗 会吧 洛西不是从小 就想着能够嫁给裴赵吗 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 我想其他的洛西也不会在乎 或许 日日能够看着自己心爱的人 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是啊 皇室的公主 从小就锦衣欲试 可我们的婚姻 从来都不由自主 洛西能够嫁给自己心爱之人 不用远嫁他乡 已经是幸运的了 而我 从来都没有尝试过 爱一个人的滋味 也没有被爱过 再过几年 我也要远嫁他乡 为豊朝和亲 若真有一天 我的夫君要与豊朝开战 我不是以身殉国 就是以身殉父 奴婢参见太子妃 快起来 别动不动就跪下 你们也都起来吧 你从清宁宫搬到东宫 也有一阵了 别总这么拘束 来 我给你带了些糕点 快尝尝喜不喜欢 怎么 你怕我给你下毒啊 看 没毒吧 我虽然是太子妃 却不喜欢这宫中 勾心斗角的算计 我们以姐妹相成 就要真心以姐妹相待 我不会做表里不一的事情 如果你还是不放心我 我以后少来便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好 我看你这两天气色也好了很多 平时就都出去走动走动 别总是愁眉苦脸的 多笑一笑 太子就会更亲近你 你和他 以后还会有孩子的 有娘阿渡 你们也都下去吧 好了 现在就我们两个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太子妃实不相瞒 其实太子殿下心里并没有我 我只不过是皇后的一颗棋子 那是以前 现在你是自由身 想爱谁便爱谁 只要你一心一意对殿下 以后你们总会有感情的 其实我的心并不在这个宫中 你说什么 太子妃去了青丝殿 是 两个人有说有笑的 要好得很 没想到太子妃心思竟如此重 她现在摆明是想拉拢续宝林 来打压我 我绝不会坐以待毙 吃啊 这个糕点很好吃的 好 你们怎么不吃啊 参见太子殿下 都下去吧 太子殿下 这些糕点都是太子妃上的 婢子觉得好吃 就想分给大家一起吃 你是宝林 不是婢子 可我 你不用太担心 张灿已经死了 你有失去了孩子 就暂时在这里好好待着吧 我会找个机会送你出宫 让你去过平板的日子 多谢太子殿下 多谢太子殿下 你好好休息吧 我先走了 殿下 还有什么事吗 太子妃 她是个好女人 我知道 太子妃 太子妃 你快醒醒啊 太子妃 你快醒醒 来 起来 起来 我今天好不容易 谢谢永娘 到底什么事啊 太子妃 旭宝林的床底下搜出一块陶木符 据说是巫蛊之物 上面还有赵良帝的生辰八字 现在赵良帝已经拿住了旭宝林 就候在殿外 要请太子妃发落 我以为什么是呢 大惊小怪的 不就是一块木牌牌吗 那赵良帝因为一块木牌牌 就能被咒死了 她不活得好好的 太子妃不可小看此事啊 巫蛊为我朝禁忌 要是被陛下知道了 是要掉脑袋的 太子妃本来可以将此事推托给皇后 但是现在后宫无主 婢子以为 可以把此事交给太子殿下裁决 她 这件事传出去有失皇家颜面 就在东宫解决 巫蛊之术不过是坊间谣言 我也相信此事绝不是续报林所为 说不定 是下面的人恶作剧 下面的人 那更要查清楚了 下面什么人 多少人 跟宫外有没有勾结 这些可都要弄明白了 你闭嘴 如果让父皇知道了 可是会掉脑袋的 你想掉谁的脑袋 是你自己的 还是底下这些人的 李承鄞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原本体谅你是个身世可怜之人 又没了孩子 想让你有个安身之所 可没想到你这么不知进推 竟然想要见月 还伤我心爱之人 这件事还没查清楚呢 你凭什么这么说她 续报林亲者自亲 你不必怕她 她要是不查 我让父皇来查 让大理寺来查 一定还你个清白 太子妃 皇后娘娘的事情刚过去 还是不要惊动陛下的好 不管是何人所为 既然赵良帝无恙 此事还是听殿下的吧 这里还算有个脑子清醒的人啊 即日起废除旭宝林位分 降为数月 暂局青丝殿闭门思过 不许旁人伺候 李承鄞你太过分了 从今天开始 太子妃禁租半月 不许踏出承恩殿半步 嫂嫂 我们走 李承鄞 你善恶不明是非不分 你混蛋 太子妃 婢子死罪 太子妃看在婢子这条贱命上 不要再追究了 我还以为她懂我 她信我呢 闹了半天 是我痴心妄想了 我嘱咐你的事 一定要办妥 殿下放心 使人一定办得妥妥当当 下去吧 是 殿下 此事定与太子妃没有关系 您真的不打算追查下去吗 怎么 你这是在为太子妃抱不平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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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可没想到 纵容到如今 她竟然会为了一己私心 伤害无辜 手段还如此阴毒 是 依小枫的单纯心性 如果这次我不这么做 她真的可能就着了瑟瑟的道了 既然殿下都知道 虽然我对瑟瑟的心意已经不在了 但毕竟还有一份责任在 是 以后我找个机会 好好点点她 让她好自为之吧 小姐 小姐 许宝灵自杀了 什么 自杀了 我没有想过要害死她的 我现在算是知道这宫里的处事规矩了 主子犯错 这个是 许宝灵 人 请 这个是 就是 我 这 我想 您 没有 太子殿下 太子妃是无心之过 请殿下不要动怒我 他刚才在笑吗 他刚才是在笑吗 给他怀过孩子的续宝林死了 他还笑 他怎么这么冷血 这里面有些盘缠 是殿下的心意 你且拿着 回家乡过安生日子吧 替我多谢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对婿娘的恩情 婿娘永生不忘 麻烦时恩公公把这块锦帕转交给太子殿下 让他亲手转交给太子妃 你们中原女子不是就喜欢截手帕礁吗 这个手帕送给你 你我契若金兰 以后就是真正的好姐妹了 喜欢吗 这个帕子真别致 我倒是会一些绣钩 等哪天啊 我绣上些花 再把它还给你 就当做是我们手帕礁的信物 太子妃看到这块锦帕时 自然就会相信殿下的话 不会对殿下心生责怪了 好 这个时候你竟然还睡得着 我有什么睡不着的 睡不着的应该是你的赵瑟瑟吧 这不是我给婿娘的手帕吗 怎么会在你这里 婿娘走的时候 让我转交给你的 走的时候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请太子殿下明察 太子妃她是无辜的 你自身都难保了 还关心她 我这条贱命 本就不足心 但是我不能害了太子妃 你以为我真糊涂啊 这件事孰是孰非 我心里清楚得很 我只是趁这个机会 把你送出宫而已 如果你信得过我 就把这个药丸服下 二十四个时辰之内定能醒来 我相信太子殿下 他一直想离开皇宫 原来你早就知道 所以你就借着这个机会 给他送出去了 这个时候倒是不笨了 那你打我一巴掌的时候 怎么没想这么多啊 那这么说 你是知道这件事情 是赵瑟瑟所为了 这件事不用再提了 我自有主张 自有主张 我看是想包庇他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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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醋了 你有病吧 谁吃你的醋 那你不生我气了 太子殿下 要是没有别的事就请回吧 我还在禁足思过呢 谁说我没有别的事 你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 什么 你果然忘得一干二净 你答应过带我去逛鸣玉坊的 想都别想 我才不带你去 堂堂太子妃居然出尔反尔 那你还骗我来着呢 我们就算扯平了 再说 我万一真带你去 让别人发现了 岂不是有损皇家颜面吗 好 你不带我去 你可别后悔 你不带我去 你要带我去 我就把狼牙给你 你要不带我去 他就归我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要是带你去 你就把他给我 你还是让我去 你 你不是 你不是 快活吗 那比死更折磨人 你就没有想过忘记这一切 过平淡的日子 我想过 你想过吗 之前发生的事 无论怎么做 都改变不了 我们生来便背负了太多了 有些事情 我们只能拼命 所以就算 失去更多你自己真实的东西 你也不会回吗 如果牺牲是难免的 明月在所不惜 到了 就是这里 王妈妈 周公子 您来了 周公子 来得倒挺琴的 这位公子看着有点眼神啊 是第一次来我们鸣誉坊吧 王妈妈 我这朋友他有点人生 没关系 一回生二回熟 来多了 就习惯了 对了 宁月呢 周公子 你数日不来 你不知道吧 我们家明月呀 有了一位相好了 相好 是啊 明月可有眼光了 这个客人出手阔绰的不得了 自从这金主来了之后呀 我们家明月呀 就没用过别的客人 是吗 你不知道 这明月可是上京城的教坊里头 数一数二的人物 一般的达光贵人 她都看不上眼 对了 王妈妈 那是哪位贵客有这样的能耐啊 这个客人 我虽然没看见他的脸 但他谈吐不凡 气宇轩昂 说不定啊 是个皇亲国戚呢 是吗 那我得去看看 哎哎哎哎 吃这个 周公子 不能坏了亏据 这客人正在阁里喝酒呢 王妈妈 你这会儿就不对了 那位是贵客 我就不是了 哎呦 周公子莫恼 要不我送公子一桌好酒 然后呢 再换两个衬心的丫头 如何 哎 好不好 好吧 那公子请 哎 公子请 两位公子请 那两位公子先歇息 我呢 去给你们备酒菜 姑娘们 嘶吼着 哎 这位姐姐 我听说明月姐姐最近来了一位贵客 长什么样子 是谁啊 啊 那客人每次都直接去明月厢房 戴着个帽实实秘秘的 我们都没见过他长什么模样 这样 我这里呢 也没什么事 你们就先出去吧 啊 啊 青叶子 来 哎 谢谢周公子 周公子 不用我陪你吗 不用了 去吧 有事我再叫你们 啊 那有事一定要叫我们啊 好 哎 那我们先退下 嗯 多谢周公子 哎 想不想见识一下 沉鱼落雁 碧月羞花的明月姐姐 行 你生日月UTEN着 伤感 不见了 这一人 你在啊 你啊 你担心 你也那 Moot 是 你聞不清楚 爭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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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枫认了明月做姐姐 所以 想她的时候就回来看看 原来小枫 是太子妃 明月姐姐 对不起 瞒了你这么久 我其实好几次想告诉你来着 就是不知道怎么说出口 我知道 我的身份 你也是不会在意的 只是我没想到 今天是以这样的方式让你知道 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明月早已认定小枫是好姐妹 不会变的 看来你们两个性格挺相似的 父皇 您是知道的 小枫从小在草原上长大 过惯了和兄弟姐妹们 在一起的日子 这来了上京吧 身边就只有阿渡一个人 但是现在有了明月姐姐 我真的特别珍惜 太子 你也在这里认了亲啊 不 我 我 太子殿下呢 是因为前几日跟小枫玩叶子牌 小枫输给了太子 所以我就答应 带他来见见 这世间最美的女子 是 世间上最美的女子 父皇 我只是好奇 所以就跟过来看看 你们两个真是夫妻同心 同进同出啊 皇上 明月从小便进了这茗玉房 身边的人来来去去 却从无贴心之人 太子妃为人和善 一开始便把明月当成好友相待 全然不顾身份的鸿沟 能和小枫这样有情有义的人做姐妹 实在是明月的幸运 父皇 我能不能跟明月姐姐说几句话呢 谢谢父皇 没想到 害你得相似病的人 居然这么大来头 都给我吓坏了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那你告诉我 你现在知道了 还会日日夜夜地思念她吗 不后悔 你干什么呀 你是不是傻 放开我 你不知道刚刚在跟当今的圣上说话呀 我知道啊 那你还问明月那些风话 圣上是父皇 是皇上又是男人 她自然不会吃亏了 那我确实要搞清楚 明月姐姐是不是真的开心幸福了 再说了 在我们西州感情面前 从来都没有什么皇上太子的 只要两情相悦 你喜欢我我喜欢你 这才是最重要的 可这里是上经啊 你不能当着父皇的面说这样的话呀 上经怎么了 我就得说 就算他罚我抄女戒我都得说 那我现在就罚你 回去抄女戒三十遍 好啊 李承鄞 亏我刚才还在父皇面前听你说话呢 维护你品行端正的虚假形象 这么快你就翻脸不让人了 我又没让你帮我 是你自己想说的 对吧 也不知道是谁刚才被父皇问的 都跟木头似的 那就抄五十遍 好 那我现在就去告诉父皇 是你求我带你去光明浴坊的 你回来 我就去 你回来 不许去 我就去 你不许去 你回来 放开我 你送上 回来别动 走 李承鄞 你放开我 李承鄞 你放开我 李承鄞 你放开我 烟花 哇 好漂亮呀 你放我下来 快点 你看那边 那边 好漂亮啊 好美啊 再过三日 就是上缘佳节了 这上京城里 每年都会提前放着烟花 你第一次见吧 也不算是第一次吧 之前见过一次 但是只听到声响 永娘她告诉我说特别好看 我还不信呢 原来她说的是真的 你怎么会有什么事啊 其实 我是第一次 不可能 第一次跟你一起看烟花 你原来身边都是赵姑娘吧 我第一次觉得 这烟花这么好看 以前都觉得太喧嚣热闹 觉得为了这一时一刻的闪耀 花了这么多明知明高 实在太过浪费了 但我现在真的突然觉得 为什么要得记住 我的名气 你还没有 你 你看我的名气 我看你的名气 赵姑娘 就这样 乘着夜风 一起赏赏斗花 朕有时候会想 是不是你对朕 施了什么法 把我这个 一个历经图治的皇帝 变成一个 只知道贪图享乐的人 明明是皇上 在我这小院试了瓦瓦 明月在这里看过许多次斗花 可从来 没觉得像今天这样好看 那朕就要再释法 让你永远 在朕的人面 明月不敢奢求永远 能在此刻守在皇上身边 明月不知道 有多感谢上天的垂暗 朕是天子 朕说有永远 就一定有永远 真希望我阿爹阿娘 也能看到这么漂亮的烟花 可是这里的天空 离西州太远了 他们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的 又想嫁了 想 开心的时候想 不开心的时候也想 想 想到不能和他们一起分享快乐 想到难过的时候 也不能靠在他们的牵头大哭一场 那你现在是开心还是难过 开心 开心 就想到会了 你再叫你 趙 搞獨 他 你不要急 你 нашего频道 不愿意 我 你最早 快快快 快 玉玉 父皇 父皇 不要管朕 杀刺客 玉承鄞 如果朕今天死了 就由你 继承大斗 朕绝对不会 屈服一个小小的刺客 父皇 神武军 在 放箭 过 圣上的话你也听到了 这天子之尊 是不容你谈条件的 你也看到了 现在神武军已经把这里 围成了铁头 你若还负于顽抗 就会万箭穿西 你若现在放下箭 我允你不死 你如果不放心 我可以给你当人质 但你平安之后 放我回来便是 你若来 我来 我当人质 你干什么 你既然是刺客 就一定知道我的重要 我不光是当朝太子妃 也是西州九公主 我是因为 两国世代交好 才嫁过来的 胡说八道 你放开我 父皇 我给你当人质 所以我要是死了 西州必然会举国而返 到时候两国交战 生灵涂炭 陛下和殿下 是一定不会允许的 你拿我当人质 保证可以全身而退 闭嘴 退下 你好好想想吧 是不是这个道理 皇上 小枫 放箭 别妄动 你今天死定了 其实我刚才说的那些 都是骗你的 我根本就没有那么重要 放箭呀 刺客 你听着 现在若放了他 我让你安然离开 你如果敢伤我欺半分 我黎承鄞必定将你千刀万剐 让你痛苦而死 言出必行 犹如此剑 放人 下方 下方 呈现天令 在 碧九门 全城搜捕刺客 还有他的同党 这件事情 绝对不能说乎 是 回国